这一群白大褂不简单 他们要让眼前这具尸体开口说话 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竟然是通过一只麻雀来完成 只见麻雀镜直飞向尸体口中 然后奋力地往下钻 在一阵颤动过后 尸体猛地睁开双眼 此刻的莲花非常紧张 因为这具尸体是她的前男友 前男友发现了她狂欢者的身份 为了不暴露身份莲花只能杀了她 眼见尸体被唤醒 教官开始询问是谁杀了她 不料尸体慢慢转过头 看向莲花说了一句 随后喉咙一阵如动 那只麻雀从嘴里钻了出来 尸体也成了真正的尸体 莲花这才逃过一劫 心情舒畅的莲花回到宿舍 看到男友金妹正等着她 不料金妹翻身压住她 死死地掐住她的脖子 随后拿起打火机点燃了自己 在莲花惊恐的表情中 金妹变成了一名狂欢者 那句尸体说的话 正是她动的手脚 不然莲花早就被抓起来了 狂欢者冒险来此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让莲花无论如何 都要混入小黑表妹的婚礼现场 之后会给她下一步的指示 第二天的婚礼上 一名服务员静止走向隐秘的角落里 头上突然燃起火焰 只是一会的功夫 莲花就走了出来 不得不说这能力真方便 小黑看到莲花后 气得差点原地爆炸 婚礼上达官贵人云集 以莲花的身份根本没资格参加 看在金妹的面子上 小黑不再计较 教官对这位不速之客提出了警告 让她不要搞事情 莲花很得意 教官拿她也没招 片刻后 莲花来到卫生间 召唤出气球请示下一步计划 不料这一切都被大眼看在眼里 通过气球传递信息是狂欢者的手段 莲花的身份由此曝光 等到对方走了之后 大眼将这件事告诉了教官 然而这一切还是太迟了 小黑去找表妹时发现了不对劲 表妹竟然反锁了房门 而开锁咒也没有效果 当她奋力地推开房门后 表妹已经惨死在浴盆里 就在她震惊之时 两名狂欢者不知从哪个嘎拉里蹦了出来 把她摁在地上就是一阵摩擦 小黑被打得差点怀疑人生 她试图发动魔法反击 却被一种刺耳的声音干扰 与此同时 小黑母亲发现 天空中飘来无数只气球 这是狂欢者惯用的伎俩 她立刻下令疏散宾客 几名实力强大的女巫排成一排 施展魔法抵抗 如果这些气球爆炸开来 这里将会被夷为屏蔽 这时小黑母亲才注意到 女儿竟然不知所踪 她一路找到二楼 在一个房间门口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打开房门后刺耳的声音直击灵魂 魔法更是释放不出来 眼见小黑就要丧命 她只好挥起小皮鞭将之拦下 在这娘俩的完美配合下 两名狂欢者被虐成了一盘菜 男人更是被一脚踹出房门 狂欢者眼见无路可逃 竟然拿出汽油浇满全身 我们是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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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